花莲央月美帝有机小农圣诞世纪 这次活动特地邀请艺人小猪罗志祥 担任央月有机大使 而县长徐真卫也授予罗志祥有机大使的徽章 感谢他为推广有机农业理念的大力支持 进一步带动社会大众一起吃有机爱地球 这次很开心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一定要持续的去推广 因为爱地球就要持有机 你们可以做到吗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大家 在俊达集团同事长宇纯丑邀请之下 艺人小猪罗志祥 30号来到花莲央月美帝来推广有机农业大限 花莲对小农业辛苦以及用心 生有所感活动当天与妈妈共同参与各项活动 花莲央月美帝也安排信长徐真卫 受证艺人小猪罗志祥 央月有机大使的徽章 感谢会推广有机农业里面的大力支持 进一步带动社会大众一起吃有机爱地球 也真为要感谢我们的央月美帝 在花莲县集结了400多户的小农 在它的整个园区里面 另外也对于小农的产品的行销 以及在我们饭店里面 无论是饭店所吃所用 以及所看及目光所看的都是有机 所以这也是得到了德国的这个有机认证的有机Villa 这也是全国的第一 所以是不是给我们有据前瞻远见 以及坚持30多年来有机的产业 我们给我们饮存酬 饮董事长也是饮总裁给他掌声 谢谢董事长 真的 三十几年前能够看到从有机产业的加入才 都还没有萌芽的时候 饮总裁能够这么的有元件 我想这也是他的亲身的体验 从照顾的家人再到自己生命的转折 我想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敬佩 圣光花莲多年推广有机香草不遇力的 洋芸美帝对家酒店 连续三年对于圣诞佳节期间 举办欧峰有机小农市集 承受每位酒店归宾喜亚以认同 并且获得花莲有机小农的热情参与 洋芸美帝对家酒店 今年度取得台湾永续旅行协会 资绿色旅行标章 两颗新认证 回测向荣誉并且推出 资有机爱地球的主题活动 以及将于2023年 自力达成富碳排放的目标 每年多用在感恩的月 来跟我们所有的小农 结合一起手牵手 希望把有机这样的好的食材 好的产品 能够推荐给更多的好朋友 所以我们这次也一样 今年也一样这样办 很感谢我们所有的小农的努力 那我们每年也继续在努力 我们今年收购了我们的石货中芋头 2000公斤 我们也收购了黄豆 今年2万公斤 我们明年开始 我们今年也跟 我们的917咖啡 研究成功了香草 薰衣草 迷迭香草系列咖啡 所以明年准备 3月就要上市 所以这一些 可是又听到说 董事长 我只有一千磅 可能供应你不够 我说好 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就在行销 你们只要把种的好的东西 我们来收购 我们一起努力 为我们花莲的有机 希望能够在地经济更发展 所有的小农能够有获利更高 最后祝福大家很快 明年就是跨年 小猪带领我们走向新的一年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卢志祥与妈妈 欣赏许正威 军大集团董事长 允存仇 来聆听小农说故事 介绍有机农特产品 与有机小农互动合影 并且亲自示范 有机豆浆制作的过程 以复古甲大车推出 养月凉瓶有机香草茶 917有机农场咖啡 给所有参与的来宾享用 进而支持 军大集团对大健康产业 友善大集的坚持 以及追求 记得就忘了解散不了